庆州吉地 杨文干犯了 什么 来人 把太子拿下 传秦王 事情解决的话 太子就是你了 然而当秦王平定叛乱 班师回朝之后 李渊不仅耍赖拒不兑现承诺 而且还处罚了秦王身边 评判有功的大臣 这一处理方式成了对李世民打击最大的一次 直接导致后来的玄武门事变中 李渊手中的黄泉连同两个儿子一起被干掉 我要截至天下兵马 那么一向经营人士的李渊 为何会做出糊涂的举动 这么处理的背后 到底隐藏了什么真相 话说武德七年的一个深夜 正在山上避暑的李渊 被一封急报给惊醒了 什么事 急报 有人要叛逆 什么人 庆州都督杨文干 报群人在哪里 随时传号 传来 来人谁子慌张不敢正视李渊 太子秘我二人送贾咒给庆祝都督 朝廷规定 思韵贾咒视同谋反 我二人不敢执行 特来上奏 此话一出 仿佛空气都停止了流动 李渊立即警觉起来 第一时间戒严人之功 并趁素卫同领宇文渝 前去庆祝传阳文干 记住 不要说 有人告发的事 又派人去传太子 要亲自质问于他 太子一见到父皇 就扑通一下跪倒在地 探称自己私怨假重 不过是为了防范秦王 绝无谋反之心 但父亲请罪的李渐成 却因此将自己抛入了一个 巨大的危险漩涡中 因为有一件事 他是无论如何也没法解释清楚的 杨文干作为东宫曾经的后卫 对李渐成一直忠心博 怎么会在这个关键时刻 做出置太子于死地的行为呢 很明显 前去传召的宇文盈 一定是给杨文干说了什么 才促使他铤而走险 可李渐被气回了头 根本来不及细想这些 当地认定太子谋反 下定决心要废掉太子 传秦王 杨文干犯了 这样你去把杨文干给亲下 李渐成名故意装傻 杨文干这个小子 区区一个庆祝都督 竟敢谋反 真是不自量力 儿臣想也许他的手下 已经将他给擒货了 再不及派一个大将去就是了 何须儿臣亲自出马 自己的这个儿子 心中到底想人吗 李渐又怎么会不知道呢 他只有自己挑明 情况远比这个复杂 杨文干的反叛与太子有关 最担心会有别的力量 起来响应 与国家很是不利 平定杨文干 非你莫属 事情解决的话 太子 就是你了 杨文干谋反轰动一时 李渐担心 会有东宫的力量 起来响应 于是对李世民许下重诺 只要平定了叛乱 太子之位 就是你的了 至于前任太子 李建成 这也不想鼓入相残 就把他打发到属地去 属地狭小 势足雷弱 将来你大哥 如果能好好地为臣子 你要好好善待他 如果不能 你收拾起来也容易 李世民激动不移 感激父皇为他设想周到 他躊躇满志地出发了 秉地叛乱的过程 出乎意外地顺利 杨文干很快 就被自己的部长杀死 经济四天的时间 李世民就把这起 莫名其妙的叛乱 彻底平息 然而当信忠忠的李世民 班师回朝之后 宫廷内外却一切如故 仿佛什么事情 也没有发生过 李世民依旧只是秦王 而太子依旧是李建成 更让人不解的是 李渐不但没有兑现 自己改立太子的承诺 也没有对太子李建成 有什么进一步的惩罚 反倒是下令流放了一批 皇子府中的谋士门客 这其中除了太子府的人之外 居然还包括 评判有功的李世民手下 秦王府的重要谋士杜燕 秦王府的杜燕 东宫的王规围挺 一律流放到西州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李渐发现了 李世民的蛛丝马迹 原来李渐改立太子的打算 让李渐吉和几位嫔妃害怕了 太子一直以来 都是他们最大的政治靠山 一旦这座大山倒塌 以秦王府和几个帝妃的实力 绝对无法单独对抗李世民 因此李世民刚一离开 他们就开始为太子积极奔走 希望李渐能够回心转意 为此 李渐吉的辩解很有水平 大哥是皇储 江山早晚是他的 没有必要谋反 要是大哥真要谋反 你招他的时候 他怎么敢来 又怎么会来呢 他大可以去长安骑兵 何必冒险来此 可是这一次杨文干是真的反叛 但是杨文干并没有拿到盔甲 杨文干的反叛一定另有隐情 李渐开始听得进去 李渐吉的劝说了 李渐吉趁热打铁把矛头直指秦王府 说是宇文银下山之前去见过秦王 倘若他听了秦王的嘱咐 到了庆州给杨文干说了什么 难保杨文干不会铤而走险 而且事发当天 秦王府的杜燕就在现场 等着看吧 杨文干和宇文银二人 一定会被人灭口的 李渐动摇之际 张婧瑜和尹德飞又过来打感情牌 说什么太子仁慈 虽然贵为国之储君 但从不适强凌弱 还十分关心宫中人等 他怎么会谋反呢 李渐有些举计不定了 就在他忧郁的时候 庆州传来消息 杨文干被斩于马前 宇文银死于乱箭之下 果然如此 果然如此啊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李渐认真回想事情的经过 太子的两个亲信 给另外一个亲信送盔甲 这两个亲信为何突然返水 另外一个亲信 为何在见到皇帝的钦差后 就立即发动了叛乱 这钦差对他说了什么 如果杨文干事件的幕后推手 真的来自秦王府 那么整体事件的所有疑问 就都有了合理的解释 这是李世民精心策划的一场 针对太子李建成的灵力攻击 在得知太子给杨文干 私运甲州的消息后 身为秦王府谋使的杜燕 向李世民提出了一个 降级救济的方案 先是由幽州都督 袭便出面拦下 负责运送甲州的东宫将领 然后再由杜燕出面 未必利用买通他们 让他们告发太子 当皇帝李约果然起淫心 下令幽禁太子 并派宇文英奔赴庆州 传杨文干来当面对质时 还是由杜燕出面 设法怂恿宇文英 有时对太子忠心耿耿的杨文干 起兵救助 在做完这一切幕后工作之后 李世民在以平叛功臣的身份出现 与两军挣钱 干掉太子的死党杨文干 并人为制造一场意外 乱件射死 有可能泄露天机的宇文英 最终得到父皇 对自己的太子之位的承诺 虽然整件事情做得铁正如山 可惜最后还是被李渊识破 作为父亲的李渊 不能也不愿意 对自己的两个嫡子 有什么严厉的惩罚 性情宽容得他所能做的 只是赶走儿子身边 那些在他看来 动机不传的谋事 以此来作为一位父亲 对儿子的警示 真很伤心 伤心到了没有勇气 再查下去的地 这件事到此为止吧 秦王府的杜燕 东宫的王规 围挺 一律流放到西州 太子 秦王 有意义吗 轰动一时的杨文干事件 最终在不了了之当中 画上了一个充满伏笔的省略号 杨文干事件 是让李世民最接近权力核心的一次 因为父亲都许诺他了 只要你把事情干漂亮了 你就是新的太子了 但父亲最后却出尔反尔 成了对李世民打击最大的一次 父亲亲口许诺我 他也可以亲口收回 想从父亲这个角度来做突破口 直接把太子给拿掉 看来是行不通的 这件事直接激发了 后来的玄武门之变 既然依靠父亲不行 如果真想拿到太子之位 或者皇帝之位的话 必须连父亲一块做掉 此时的李渊绝对不会想到 仅仅两年之后 他的儿子们将在玄武门之变中 用一种令他目瞪口呆的方式 了结一切 而这一切的始作雍者 正是这场游戏中 最大的失败者李渊自己 各位看官老爷们 你说呢 欢迎留言分享你的观点 我是刀刀 咱们下回再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